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模拟宇宙 上期视频中 我们模拟了100个地球相互撞击 融合成超级地球的名场面 另外还帮助小粉丝完成两个太阳相撞 和火星撞水星的震撼场面 那么今天依旧 在评论区中找出两条有意思的评论 在本期视频中会帮助他们完成模拟 大家想看什么 现在可以尽情发言哦 不过在此之前 辉哥我也有一个好玩的想法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我意外发现了一辆跑车道具 嘿嘿 如果让跑车变得非常大 去撞击地球的话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场景 不废话 上视频 现在的汽车体积和地球一样大 看一下撞击之后 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去 这么大的汽车被吃掉了 由于碰撞爆炸 周围也出现了少量的碎片 威力有点出乎意料的小啊 地球竟然完好无损地呆在原地 这跑车的撞击多多少少是有点尴尬呀 那么如果体积比地球还大呢 会不会直接撞飞呀 OK 来模拟一下 这直接给撞霉了 好歹也是个地球呀 太没面子了吧 连个爆炸的画面都没有 简直离谱 汽车这种被制造出来的产物 在太空里发挥不出效果 接下来我们尝试下心的 把黑洞和太阳放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现象 粉丝提出来的想法就是刺激 来试一下 黑洞 哎呀 也太黑了 为了方便小伙伴们观看 我给它改个颜色 哎 这样就好多了 旁边放个太阳 我去 在黑洞面前 太阳也忒不起眼了吧 哎呦 这么温柔吗 这完全没有撞击呀 黑洞好像是在慢慢地吸收着太阳的能量 而且太阳的体积在慢慢变小 把时间加速上万倍 看太阳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去 太阳最后一点能量 被黑洞全部吸走 这个可相当于从太阳上面掉下来的肉呀 不过还别说 这被吸的场面还挺好看 井然有序的 现在太阳的体积已经缩小了很多 几乎和木星体积差不多了 虽然没有爆炸的震撼场面 但是 黑洞老大哥 人狠话不多呀 威力丝毫不弱 还有小伙伴提出了想法 说想看天王星撞海王星 行 满足你 海王星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排行老四 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 也是太阳系中温度最低的行星之一 天王星 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排行老三 其表面温度仅次于海王星 它的内部几乎全部都是由冰和岩石组成 这两个温度最低的行星撞击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仅仅这两个行星碰撞 画面是不是欠缺点什么 所以 我打算用十个天王星 撞击十个海王星 并且还是有规律 整齐的碰撞 哎 是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 OK 一切准备就绪 上视频 啊 这有点出乎意料呀 怎么和之前的有点不一样呢 行星在撞击之后都没有被摧毁 而是直接穿了过去 但行星表面还是有爆炸的痕迹 只不过天王星各个受损严重 变成了温度极高的火球 而海王星却安然无恙 这怎么回事呀 小伙伴们有懂的吗 OK 这就是飞哥给大家带来的模拟宇宙 大家还想看哪些画面 都可以发评论哦 咱们下期见